8月27号上午 第8号台风巴威将在辽宁东部到朝鲜西部一带沿海地区登陆 如果登陆辽宁 巴威可能会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辽宁最强一手台风 在我们印象中 台风在东南沿海一带登陆较为常见 这次可能登陆东北罕见吗 从历史上看 登陆东北的台风是存在的 自1949年以来 东北地区有13个台风登陆 但近15年内并没有台风登陆 东三省中只有辽宁拥有海岸线 因此登陆地点只有辽宁 从强度来看 这些台风多是二手台风 甚至是三手台风 也就是说 登陆东北前已经登陆过其他地区 随着它们一路北上 海面温度逐渐降低 登陆辽宁时强度整体偏弱 这13次台风风速均在6级以上 6级是什么概念呢 亚买加短跑运动员博尔特创造记录时 平均速度是每秒10点字米 这13次台风比博尔特跑得快 而此次巴威会跑得更快 除了直接登陆东北地区的台风之外 还有一些台风也可能隔山打牛 给东北地区带来较大风雨影响 例如2019年第13号台风零零 以台风级别登陆朝鲜后 以热带风暴级别移入吉林境内 受此影响 东三省共有26个站点日雨量突破近战以来 9月历史及值 部分地区风力最大达到13级 此次巴威一路北上 相继对上海、威海、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 造成较大风雨影响 专代表示相比于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台风防御经验不足 当地应高度警惕 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目前大连市已发通告称 全市26号下午至27号可安排弹性工作 另外地鼠台风威胁最前沿的丹东市已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目前已转移4423名受威胁区域人员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